啊 叔 我再敬你一本 嗯 平常你们在一块玩 互相关照着点 林初心 一定 你还打算骗我多久 你早就知道咱俩的关系 你为什么 你也没问我 这你一上来就说我故意整容 没想到苏家把你养得这么天真 那是因为妈妈别提她 初心 她毕竟是大柱 那是你妈 不是我妈 还有 不是生了孩子就可以当妈的 她竟然可以这么多年当我和老林部存在 那我也不可能认她了 初心 你别这样 咱爸 那是我爸 你爸可是堂堂苏氏集团的董事成啊 我告诉你 不许打扰我和老林的生活 还有 还有 上次帮你处理公司的事情 早点把钱借金 好 既然这样 老林也没什么好难 钱我会让阿亮马上打给你 谢谢 伯母 其实你不用送我了 我自己走就行 工作不忙的时候就过来坐坐啊 回来的正好 送送景浩 夏静 你回来了 妈 我有点累了 先去休息吧 清清 景浩 清清最近可能是压力太大了 脾气阴晴不定的 昨晚还跟我吵了一架 幸好有你照顾 没关系伯母 那我先走了 慢走啊 开车得慢着点 咱爸这 那是我爸 你爸可是堂堂苏氏集团的董事长 清清 把这个喝了 清清 把这个喝了 哇 我不想喝牛奶 怎么能不喝呢 喝了对皮肤好点 听话啊 这才乖嘛 昨天啊 啊 是妈妈不对 妈妈不应该伸手打你 但是你以后不能跟妈妈那样说话了 多伤妈妈的心 你知道吗 在这个世界上 妈妈妈最爱的人就是你 妈妈全部的希望都在你这儿了 你要理解妈妈啊 昨天 你跟景浩是怎么回事啊 我看他还挺喜欢你的 昨天还陪你过生日了 陪我过生日啊 这个林初心搞什么鬼 不是让他帮我拒绝是景浩吗 清清 景浩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条件呢 和咱家也门当互对 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 你可得把握住了 还有啊 公司的事你也得多上点心 别整天整这些没用的画册 你要听话 妈是过来人啊 妈 我知道了 哎对了 周末帮你跟景浩约好了 记得别适当啊 约好了 妈 我没答应啊 我没答应啊 哎 突然有点羡慕林初心 最起码 他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虽然呢 实际 Geez 录像